HELLO 大家好,我是默默 因为我平常都是用电棒在整理头发的关系 不管长发还是短发,我都用电棒在对付它 那最近我的头发的长度大约是中长发 有一点长发包裹这样子的长度 那我就来示范一下我如何用电棒整理这样子长度的头发 那今天使用的电棒是书科的电棒 然后这个尺寸是32mm 卷出来会比较大卷一点 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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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回岁麁姜 字幕志愿者 好,那我刚刚是把发尾抓起来 直接平卷发尾 让头发看起来是内弯的造型 其实这样子就整理得差不多了 可以出門的 但是我後來比較喜歡就是 在上面再多加工一下 讓頭髮看起來立體一點 那我接下來就來示範一下 讓頭髮立體一點的捲髮 作詞・作曲・編曲 李宗盛 詞・編曲 李宗盛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你們會喜歡啦 咱們下回見啦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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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們下回見啦 дальшеplict 谢谢观看